陸佛 她是你的祭母 我警方循生 你对你的祭母 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一个私生子还得跟老子叫小 我才是业家技成人 你不会真以为 你和我母亲上床了吧 那只是我母亲做的局而已 去死报 叶晨被逐出叶家 我这个叶家的耻辱 丢到管狱去 你背嘴 不许再回来疼 叶晨 你来到这赤龙鬼域 已经五年了 你还是不肯 做我的男宠啊 叶晨 你是怎么突破神境的 赤龙女帝 你将我在此囚禁五年 今日 我已突破神境 我会将我所受的屈辱 如树奉还 区区蝼蚁 也配挑战我这大下之主 是什么 这怎么可能 简来 女帝 你拜 从今日起 我才是大下之主 属下赤龙军第一战神 王天北 拜见大下神尊 拜见神尊大人 拜见神尊大人 主下赤龙军第一战神 王天北 拜见大下神尊 拜见神尊大人 起来吧 君主大人 我已经向大下所有石家 发出赤龙铁 让他们来参加您的继任大典 按照惯例 您将在大典上选出您的亲位 封为战神 此事不及 我要先回一趟夜想 好好探望一下我的记忆的定义 夜想 回来了 夜城 你这个五年前侮辱进武的夜家争持 居然还敢回来 快滚 我要是不走呢 把这个卑贱的私生子给我打出去 给我上 滚 就凭这种垃圾 也还动得过 你的身手怎么变得如此高强 那还得多亏了你们把我送进了赤龙鬼域 我才洗得了一身盆力 去死吧 夜家的卑微 小大人 这个人 你还不能 大人 他 怎么 我家大人说的话 你还没听见吗 还不快滚 是 你就是夜城 你是谁啊 我家大人 乃是燕京肖家的少主 肖凤 肖凤 我的悲婚妻 今日 我来是和你退婚的 你配不上我 我配不上你 夜城 如今我家大人已经收到了新任神尊发来的赤龙帖 有资格参加赤龙亲位的考核 而你 只不过是夜家的一个私生子 五年前 你因侵犯的寂寞而进了鬼域 你这样的废物 怎配与我家大人成婚 赤龙君的神尊大人将会亲自考核 待考核结束 我会是神尊大人座下亲位 会成为大厦第一女战士 而你 一个监狱出来的强奸犯 也妄想做我肖家的女婿 你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你就当不了赤龙亲位 住口 你个废物 竟敢口出狂言 小心 少卓 他这个废物竟敢侮辱你 让属下教训他一番 与一个蝼蚁计较 有失身份 叶辰 我知道我与你退婚 你心有不甘 今日救你 就当是对你退婚的补偿 日后 你我再无半点关系 你若是敢纠缠 你绝对不会放过 不自量力 夫人 夫人 不好了 叶辰回来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那个小畜生 竟然还活着 妈 你怕什么 叶辰那个废物 早就已经被叶家除名了 回来有什么用啊 你懂个屁 叶家的那些长老 文姨 武九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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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小畜生 你还活着干什么 你这个家族的耻辱 白类 你怎么还有脸面回叶家 你这个杂种 命挺大呀 废物 老子今天心情好 拿着这些钱 赶紧给我 滚 老子让你滚 一个动过鬼鱼的废物 还好意思回叶家 你不会真以为这些钱 是你也好的吗 滚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要亲手夺回我失去的一切 叶家的一切 我会把我这些年承受的所有 十倍百倍的分还给你们 叶辰 你个杂种 你要对我妈干什么 叶辰 我年前 可是你自己对我有非分之想的 我对你有非分之想 要不是你当年为了把我赶出叶家 给我下了腰 你个强奸犯 赶紧给我滚出去 五年前 要不是你对我母亲做出那种事 父亲也不会活活被你气死 赶紧滚 老子现在可是叶家的继承人 你个卑贱的杂种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 叶辰 你给我出声 叶辰 叶辰 你是要在你父亲的列位面前 杀了你弟弟吗 叶辰 涛儿 孙新梅 今日在父亲面前 我不杀你们 但是属于我的东西 迟早都会拿回来 妈 这个杂种变厉害了 肯定会对我们不利的 浩儿 你听我说 你现在就去赵家提亲 只有你做了赵家的女婿 赵家 才会庇护我们 就是 骇傻 照刺 少主 你是谁 啊 在下天才商会之士林南 授您师尊暗欲北黄之欲 特地为您送来一份贺礼 这是天才商会的转账书 从今天开始 您就是我们天才集团新的主人了 那个孔老头 天下第一商会天才集团 看来他真的没骗我 他真的在外面有一方势力 少主 您师尊和赵家老爷子是败把子兄弟 同时与赵家也订了一份婚约 您看您现在是不是去一趟赵家呢 这老头子对我有恩 要不是他 我也不会打败赤龙女帝 既然是他订下来的 就去一趟 是 快请 小陈子 来了就别客气 就跟自己家一样啊 好嘞伯伯 你看哪 你是我家老爷子亲自指定的结婚对象 老爷子眼光那么高 能被他老人家看上的人肯定是人中龙凤啊 小陈呐 你是出自哪个世家的少爷啊 我 爸 妈 我回来了 叶晨 你个废物怎么会在这里啊 星期 你干什么 你可是有婚约的人 人家小陈还在这坐着呢 你就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 撑何其动 人家小陈可是大家族的继承人 大家族的继承人 就他 伯母 你们被他骗了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继承人 他就是五年前非礼五母亲的畜生 小浩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婷婷有意思 但是 你也不能随意污蔑小陈 伯母 我还能骗您不成 他就是我那个废物哥哥 被叶家除名丢到鬼域的废物 小陈 他说的可是真的 伯母 我确实刚从鬼域出来了 不过我现在 什么 你就是五年前叶家那个搞乱纹的废物 你这个畜生也配娶我家婷婷 行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既然小陈从鬼域里头出来了 那说明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老赵 你疯了吗 他可是当年叶家的耻辱 你竟然还想把蜻蜓夹给这个废物 爸 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才不要嫁给这个一事无成的废物呢 你给我住嘴 这么婚事可是老爷子指定的 我们赵家 岂能是养而无信之人 什么狗屁道理 我们家婷婷 要是嫁给这个畜生 那他一辈子可就毁了 伯父 伯母 你们先消消气 为了一个废物生气 不值得 我这次来呢 是奉家母之命 来提亲的 这个价值七百万的翡翠玉拙 就当做是给二老子见面礼了 什么 七百万 小浩 你真是有心了 另外 还有这个 也可以肃母与赵家 赤龙铁 你们叶家也能收到赤龙铁 伯父 赤龙亲卫考核是我大厦的盛事 除了参与考核的人 只有世家大族才能得到邀请观礼 这可是结交上等权贵的好机会 若是有幸 还能得到神尊的赵家 爸 妈 只有嫁给叶少 我才能获得幸福的 你们二位就同意我们两个吧 够杂岁 刚跟我抢女人 你也配 看来上手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的 既然你妈没有好好教你如何尊重装备 那我亲自教你 我杀了你 你 跟着我念 掌胸如腹 废物东西也配当我大哥 你 掌胸如腹 小晨 快松手 你干什么呀 他是你弟弟 你疯了你疯了 你就是个疯子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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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 还没学会吗 叶晨 你给老子记着 我不会放过你 爸 难道你就忍心 看我 嫁给这样一个暴力狂吗 小晨 小晨 你太冲动了 你 伯父伯伯 先笑了 我只是教育下我的弟弟罢了 倒是你这个废物 把这张赤龙帖给毁了 不过就是区区一张赤龙帖吧 就算没有这个东西 我也能带你们进去 你懂什么 你个幽影无珠的废物 这张赤龙帖 那可是权贵的象征 只要能去 那都是颇欠的富贵 像你这样的土包子 见过什么大师妹 除了会说大话 你还会做什么 行了 赵家也得到了邀请 有一份赤龙帖 到时候 你跟小晨一起去吧 也好积攒一下人脉 爸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到时候大夏神尊也会过来 你们两个 给我好好表现 老赵 你疯了 难道你不要这种垃圾做女婿 小晨人不错 孩子的事情 咱们就不要再窗户了 爸 看什么看 难不成 你还真想跟我一起去参加 赤龙亲卫的考核 可是神尊大人要亲临现场的 怎么 像你这样的垃圾身份 也有资格进去 赤龙亲卫的考核 如果我要是不去 它就没有几关的意义啊 什么考核呀 还必须临你参加 你算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难不成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赤龙神尊了 对啊 我就是赤龙神尊 神经病 你怎么还跟着我呀 这里面可是赤龙亲卫的考核 难不成 你还想跟我一起进去啊 是伯父教我来的 再说了 这个考核我要是不来啊 那就是一个笑话 你神经病啊 你该不会 是有那妄想症吧 怎么 还真把自己 当到大厦的神尊了 婷婷 哎呀 想死你了 凌儿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吓我一跳 我听赵伯父说 你今天 跟你那个未婚夫一块来的 他在哪儿呀 快给我介绍介绍 让我这个好闺蜜 给你好好把把关 什么未婚夫啊 他呀 就是五年前 业界搞乱轮那个废物 啊 也不知道 我爸到底是看上他哪一点 千挑万选 就是要选他 这 不就是个亲卫考核吗 他搞这么大场面干嘛 封城炎家嫡子到 南御河家省子到 北海上官家 他们 可都是大夏 顶级的世家呀 要是我能结识一二的话 那我赵家 岂不是去飞黄腾达了 婷婷 这些世家 算什么呀 现在世家中 势力最大的是萧家 燕京萧家萧凤道 萧大人 萧大人 你们就是我这次考核的对手 萧大人 我们哪是您的对手啊 我们呀 就是想一赌您的风采 萧大人 这天下谁不知道您才是神尊大人最合适的亲卫 您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啊 不知道您的身边缺不缺一只暖床的小狗啊 放肆 你也配上我家大人的冲 还真是一帮垃圾啊 叶晨 你这个废物怎么也在这儿 废物 你还缠着我家大人的脏 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了 但你最好清楚 我马上就是神尊卿位了 不是你这种废物 可以高攀的 大人 你还和他说那么多干嘛 我看啊 他就是一路尾随你过来 废物 这儿不是你这种人来的地方 给我滚 不死啊 叶晨 萧大人 你是谁 大人 我是赵家赵婷婷 实在对不起 这位是我的未婚夫 如果他实在打扰到您 我代他向您道歉 不用 闭嘴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这位 可是萧家大小姐 以后的神尊卿位 你得罪了他 我们整个赵家都赔罪不起 你未婚夫 叶晨 你还真是不要脸 被我拒绝之后又吃上了赵家的软饭 这人是谁啊 怎么没见过 不知道 不过 看样子应该只是一个没眼见的人 竟敢招惹我们萧大人 哎 赵家也是 居然招了一个这样的垃圾当上班女婿 萧凤可是马上就要成为神尊卿位的人 整个燕京 八戒他都来不及 他居然敢得罪 这个杂种居然真敢来了 萧大人 我是叶家的叶昊 你还缺狗吗 我可以当您的狗 叶家算什么东西 我家大人可是神尊卿位 不是什么样的狗都收的 这个废物是你哥 怎么可能啊大人 这种恶心的垃圾怎么配胎菜我们叶家的 叶晨 你都听到了吧 还不快向萧大人磕头赔罪 给他道歉 他配 口出狂言的废物 停下来 萧凤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如果一心求死 不建议现在就杀了你 有高手 不知是哪位大人在此 刚才是萧凤讨厄 还请大人恕罪 叶晨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可是神尊大人的位置 真是找死 你这个杂种居然敢做神尊大人的位置 叶晨 停下 不要管他 既然他要送死 那我们就成全他 可是 叶晨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干什么 还轮不到你来给我这手画脚 那可是神尊大人的位置 不是你这样的废物 你给我滚下来 我要是不动他 身为神尊轻位 胆敢挑战神尊权威者 死 赤龙君 天北战神到 参见天北战神 亲未考核 取消 不知死活的东西 见到天北战神不效跪也就算了 还敢口出狂言 简直找死 叶晨 你闹够了没有 还不快下来 婷婷 不要管这个废物 他自己找死 怨不得我们 可是我们赵家 放心吧婷婷 天北战神不会怪罪赵家的 这人谁呀 怎么这么狂 我来之前 曾找人打听过 他好像是叶家的长子 大人 这个废物五年前就被我叶家赶出了家门 他已经不是我叶家的人了 他的所作所为 跟我叶家没有任何关系 废物 见到天北战神 还不快滚下来 拜见天北战神 凡夫俗子要我下轨 天北 你觉得你能受得及 天北大乃是赤龙战神 对天北战神不敬 就是对赤龙君不敬 就是对神尊大人不敬 身为赤龙亲未 为维护神尊威严 属下请命 诛杀此等狂徒 诛杀狂徒 以正神尊之位 你就是萧家的萧凤吧 是 属下燕京萧家之女萧凤 只要战神大人一声令下 属下定解死 放肆 你什么时候成为赤龙亲未了 赤龙君的考核都是无比的严格 能进入赤龙君的都是无比的精英 而赤龙亲未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而你木屋王法自封赤龙亲未 扰乱考核大典 神尊有令 赤龙亲未的考核 取消 什么 这 这怎么能取消呢 取消了 怎么 你们有意见 快 快 快 肯定是因为他 扰乱了赤龙亲未的考核 惹得神尊大人不高兴了 婷婷 你回去跟赵伯父说一下 你们的婚约一定要废掉 你千万不能嫁给这种烂人 就是啊婷婷 你可千万不能嫁给这个烂人啊 我知道的 我会跟我爸爸说明情况的 天 天北大人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赤龙亲未的考核 怎么突然取消了 怎么 你再质疑神尊大人 小心 闭嘴 你虽然是个什么东西 也陪质疑神尊大人 少主 对不起 真没意思呀 你死 天北找的这些世家族 一个个都歪华联锁 站住 你还要干什么呀 叶臣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你今日去考核大典 就是为了去捣乱 阻止我成为赤龙亲未 我阻止你成为赤龙亲未 你有那个资格吗 你这个废话 得不到我去用这种下三乱的手段 毁了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毁了我的考核大典还好意思问我要干什么 杀了 你先冷静一点 考核取消取消了 你下次那样就完了 你给我闭嘴 你知不知道这个考核大典对我有多重 我要是不能成为赤龙亲未 我这辈子就毁了 够了 欲加之罪 何话无词 有些东西你还没配 我终究是躲不够了 大小姐 赤龙亲未的考核取消了 您 没能选上赤龙亲未 对吗 按照您之前跟肖家的约定 我得请您去跟叶家履行婚约 叶家跟肖家的婚约不是已经解除了吗 你是叶晨 南城叶家分支叶晨 是我 肖凤之前已经解除了跟我的婚约 你不用再带她过去了 哼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肖家千金大小姐要嫁的可是叶家主脉继承人 验惊叶家跟你退婚 那是因为你这个叶家分支 拉击配不上而已 大小姐 走吧 我说了 我绝对不会嫁给叶天盛那个人 大小姐 叶天盛可是叶家主脉的继承人 再说了 您可是跟肖家约定好了 选不上赤龙亲未 就必须得跟叶天盛成婚 我死也不会嫁给他 大小姐 得罪了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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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进一步 你死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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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还是不要为难属下 我说了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你们要是再逼我 我就死给你们看 真是个不听话的女娃娃 得罪了大小姐 带走 小偷 人家既然不愿意跟你走 就算了吧 还是不要强人所难了 就你这个叶家分支的垃圾 也敢拦我们萧家 怎么 还想英雄救美 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告诉你 看在你是叶家分支的面子上 现在滚 不然 废了你 就凭你这些人 还想废了我 不知死活 废了他 吐 吴者 小子 有点本事啊 没想到叶家分支竟然也能出吴者 看来还真是小瞧你了 偷偷 你为什么要带走小疯 小子 我再告诉你一遍 因为你根本就配不上我们萧家大小姐 多年前你的婚事 就是个笑话 只有叶家主卖叶天盛 才能配得上我们家大小姐 现在滚 老夫 还可以饶你一命 就凭你了 哈哈哈哈 小子 老夫可是燕京十大宗师 多年已经没有小辈敢这么跟我说话 既然 你想死 那就怪不了我了 呀 这 这 区区燕京十大宗师 不过蝼蚁 这 不过蝼蚁 这 你 这不可能 你 你到底是谁 南城叶家 叶城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叶家主卖才只有两位宗师 你们叶家分支 怎么可能有宗师 更狠荒 你只是个矛头小子 无知 小子 我知道你很强 可我背后可是萧家 像你这种废物如果得罪萧家 得罪萧家 必死 你要干什么 我可是萧家的总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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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杀我 萧家 算个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萧凤你们今天谁都也被想带走 你们从哪来的 就给我从哪滚回去 赶得了对萧家 萧家绝对 给我走 看来只是被那个老东西打冤了 神尊大人 神尊大人 我说的是萧凤与萧家的联姻 我说的是萧凤与萧家的联姻 萧家和叶家确实有婚姻 五年之前 五年之前 萧家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家族 因此只能求着叶家定下了这个婚约 不过此人是叶家的知脉 也就是神尊大人您 我跟萧凤的婚约不是已经解除了吗 怎么那老东西还要把萧凤带回去 跟叶家旅行婚约呢 您在鬼域的这五年 萧家在萧凤的带领下逐渐壮大 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这个知脉的婚姻 他们重新定下婚约 也就是叶家的继承人叶天盛 叶天盛 是的 叶家的继承人叶天盛 此人在燕京没少干欺男霸女的事情 但是碍于他叶家继承人的身份 也没人会说什么 这也是萧凤不愿意嫁给他的原因吧 大人 萧家惹怒了你 我这就带人去灭了萧家 不必了 他能在五年之内 把一个三流家族发展成一流家族 也算是有一些能力 这样 你去通知萧家 士龙军会单独为他安排一场抗风 是 把他一个人丢着 怎么想花 废我 你在干什么 你行 你干什么呀 你对我做什么 你对我做什么 少主 这个废物想对你图谋不轨 什么叫我对他图谋不轨 我明明刚才帮了你 这个废物 我一出来就看见他 对你动手动脚的 叶晨 你最好收起那些恶心的想法 我说过了 你配不上 你以后要是再敢对我做出什么下流的事情 我真的会伤你 少主 我看啊 就是这个废物 得不到你 才想用下流的手段 依我看 你就应该杀了他 省着他到处祸害别人 我说你们这帮女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肖管家把你打晕了 我把他打跑了 你就在这儿血困人 肖家人呢 小主 什么肖家的人呀 我一出来 就看到您一个人 喝这个废物 这么糟 那应该是肖家 还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叶晨 我劝你最好收起那些恶心的想法 你 配不上 以后别再纠缠 我打人也太重了 叶晨 你居然还敢回来 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 不 伯母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个城市不足 外事有余的废物 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 我们赵家的脸都被你丢尽呢 行行行 少说两句吧 姓赵的 你看看你赵的什么允许 大闹青尾考核 现在我们赵家 是整个南城的笑话 伯母 不是这样的 其实龙尊青尾的考核 本来就是我 闭嘴 婷婷都跟我说了 你这个有眼无助的废物 人家烟尽消奖 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吗 要不是婷婷 你这个废物 早就被拉出去喂狗呢 我不管老赵 这个废物 无论如何都不能去我们家婷婷 让她赶紧滚 妈 婷婷 你来得正好 赶紧和你爸 把这个废物的婚给退了 哎呀 人家小陈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 不懂也正常 以后历练就行了 他历练什么 他就是以托付不上钱的赖泥 赖泥 再怎么历练 他都是赖泥 你还赖在我家干什么 今天就凭你得罪了燕京的肖家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赵紧在那 你以为 你能活着走出考课大厅吗 萧甲得罪就得罪了吗 这又什么呀 你这张嘴 除了会说大话你还会干什么 人家那是萧甲 燕京的萧甲 你知道那种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吗 不就是稍微大点的蝼蚁吗 我来告诉你叶琛 你这个人在萧甲的面前 连一只蝼蚁都算不上 够了 都别吵了 一会我们赵家和天才商会 还有一场饭局 婷婷和小陈一起去吧 小陈 这回多注意点 别再搞砸了啊 天才商会的饭局 不是你这种废物配参加的 你休想去我家婷婷 滚出去 够了 赵家现在还轮不到你说话 爸 婷婷 小陈人不错 只是缺少力量 你们俩 现在就去准备准备 马上就去 真是不知道 我爸到底看上这个废物什么了 叶琛 一会儿进去 不许乱动 什么都不许干 今天来的 可是天才商会的林公子 你我都得罪不起 不用这么紧张 这天才商会好像是我的产业 又开始说大话了是吧 前两天说自己是什么神尊大人 今天又说天才商会是你的产业 一个一天只知道幻想的废物 叶琛 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今天来到这里 要不安安静静坐下来吃饭 要不立刻给我滚蛋 好 都听你的 我进去肯定不乱说话 行了吧 真不知道 我爸看上你哪里 非要让我来历练你这样的社会渣子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今天要来的可是天才商会的林公子 你有什么资格能和林公子坐在一个桌子上 楼椅确实没有资格跟我坐在一个桌上 杀众 你个无权无私的废物 说谁是楼椅的 怎么 还需要我再教你一次怎么样尊重长辈 你 够了 叶晨 还记得我们刚刚说过的话吗 要么 你现在闭嘴 要么你就滚出去 好了好了 婷婷 都别生气了 大家快坐下吧 叶晨 别说话 叶晨哥哥 这林公子什么时候能来啊 林公子可是天才商会林会长的儿子 人家可是天才商会的继承人 那可是大忙人 怎么可能到那么快 叶晨哥 这天才商会真的这么厉害 乔玲儿 天才商会可是我大厦的顶级财团 林会长皱一皱眉毛 整个大厦的金融行业都要跟着抖上一头 能和林会长的儿子一起吃饭 可是我们这些人的福分 我唐哥说 天才商会背后可是暗喻北黄 什么 暗喻北黄 暗喻北黄虽然说比不上赤龙神尊 但那也是一方雄主 也是我们这些人 一辈子都见不了的大儿子 林公子 您 生业的 您就请老婆这种大厅地方吃饭呀 林少 这可是整个南城最顶级的酒店 什么烂酒店呀 我家狗来都不吃 耽误时间 林少 请留步 林少 对不起 是我们招待不周 还请您谅解 这位美女是 林少 这位是赵家的大小姐赵婷婷 混蛋 不知道 这位美女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把你手给我拿开 你要是再乱动的话 我现在就帮你废物动 你他妈着屎 你闭嘴 对不起 林少 她就是个废物 您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婷婷 滚出去 林少 这个废物就是婷婷的未婚夫 她就是个垃圾 我现在就把她赶出去 未婚夫 您赵婷婷是人气 林少 您这是 人气好呀 我最喜欢玩就是人气 如果您当着她老婆的面玩 没事 没事 小婷 小婷 刚才这件事呀 我可以不追究 谢谢林少 不过嘛 这些事情她已经发生了 就这么算的话 那您的意思是 我把它喝了 然后陪我玩一晚上 今天这个事呀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怎么样 林少 挺挺挺她酒量不好 我我来给你喝 老子让你插话了吗 老子让你插话了吗 老子最烦就是在我说话的时候 别人插话 尤其是你们这种低重的贱民 你敢再插话的话 老子命全家 对不起 林少 是我不懂事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林少 我记住了 记住了还不赶快给老子爬起来 你把地板弄糟了 我怎么玩 是是是 我现在就起来 没事吧 呀 没事 没事 哎哟 少庭啊 你别害怕 这有些人呀 不教训一下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给你加了一点 小佐料 今天晚上保重你玩的 很开心 比以前更爽 对了 今天晚上 让你这个未婚夫 也在现场 看着我玩你 怎么样 小婷 你应该知道 得对我们天才集团的下场吧 只要你和你这个废物未婚夫 乖乖听话陪老子玩 我可以保证你们 赵家飞黄腾达 只可待 怎么样 婷婷 喝吧 别让林少不高兴 林婷 你其实可以不用喝的 你滚开 都是因为你 招惹的林少 好 好 好 行业呢 滚去给老子看门 好 是是是 哎哟 赵家的废物呀 你就给老子堆在地上看 不得不说呀 你老婆 可真润啊 浩哥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呀 不用了 林少玩的花 我们就不要进去打扰他的雅星 妈他 敬酒不止吃饭酒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想杀我 你还不配 我不配 老子一出声就是站在山顶顶端的男人 万事成心就是老子的特选 您在老子面前只不过是一条虫子吧 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跪下来 把老子鞋给舔干净 我可以考虑 收你当狗 怎么样 他 话真多啊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你刚才动我弟弟是哪只手 你这个悲战虫子应该忤逆我 我爸可是伤会灵会长 哪只手 我爸他不会放过你的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把你两只手都废了 你用手 用手 用手 奥紫心目指 鱼独可及 不要杀了你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不要客气 我他妈杀了你 我杀了你 你 你要是真的属心前我死了 那我现在就承训你 你要做你杀了我呀 杀了我你干嘛 我爸可是灵会长 今天你不把我杀了 我一定要把你最杀断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让爹火出天才极端 来 林哲 你去告诉天才上回 过来领人 浩哥 婷婷这样 会不会有事啊 没办法 人家可是林哨 走 林哨 林哨 怎么了这是 银儿 快叫救护车 林哨 您没事吧 滚蛋 林哲 林哲 老金要你死 要你死 不用死 林哲哥哥 我不要走 烟熊是发作了吧 好热 我上好热 我上好热 林哲哥哥 我现在就想要 叶哥哥 你就给我好不好 想要 你给我吧 婷婷 你再冷静一点 不 我不想冷静 叶传哥哥 你就给我吧 好不好 婷婷 算了 就这样吧 婷婷 你醒了 叶辰 你都对我做了些什么 我 婷婷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昨天晚上 你喝了那杯带了药的酒 是我把你送回来的 我对你没做什么 婷婷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妈 婷婷 你听我给你解释 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婷婷 叶辰 好像真的没有对我过什么 婷婷 你没有被这个人渣弄脏身子吧 没有 我们应该吃昨天喝多了 叶辰哥哥 扶手来这睡了一下 叶辰 你给我记着 像你这种废物 是根本配不下我家婷婷的 趁早把你那个肮脏下贱的想法烧起来 我都已经说过了 是她昨天晚上自己喝多了 我什么都不做 喝多了你就想占我家婷婷便宜是吧 人要有自知之明 瞧你这副穷酸样 还想占我家婷婷便宜 啊 这你给我恶心 老赵 你看看你长得什么废物 我家婷婷的清白就差点被这个人渣给毁了 小陈跟婷婷之间本来就有婚约 提前适应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 爸 姓赵的 你到底在想什么 像这种社会百里 他到底哪点配得上我家婷婷 退婚 必须退婚 够了 小陈 我有件事情得跟你说一下 怎么了 天才商会 对我赵家进行打压 赵家的刺激乱断了 什么 杂种 你可闯大祸了 叶欧哥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天才商会突然要打压我赵家 昨天晚上人家林少只是想和婷婷喝杯酒 这个杂种不让 还直接废了林少的一只手 什么 你竟然把林少的手给废了 嗯 就当是给他点教训了 废物 你怎么敢的 那可是林少 叶欧哥哥 这件事 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田田 林少已经集结人马 估计马上就要来了 姓赵的 你看看你赵的什么才行 他来到我们赵家就没有去天好日子过 现在人家都已经打到我赵家了 这不明白 想念了我们赵家吗 伯母 办法也不是没有 只是 估计怕伯父伯母你们不答应 小浩 只要能保我赵家 能让我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们都答应 是啊是啊叶欧哥哥 事到如今 你有什么办法你就快说啊 或是这个杂种闯的 把它交给天才商会 赵家就能平安 对对 或是这个废物闯的 伯母 您就放心吧 这天才商会本身就是我的产业 他不敢把赵家怎么样的 叶辰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心里面没点数吗 杂种 你是不是精神有什么疾病啊 开门 快点开门 废物 你快滚出去啊 你自己闯的祸 不要连累到我吵架 叶辰 老子来说命啊 今天天王老子来都保不了你 我说的 这些事情 都是杰致这个废物自己干的 和我们这里没有现场关系 叶上 悄悄点 放后我们招架吧 滚点子 贤迟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老洞 谁说你这些滚蛋 我跟林会长还是有点交情的 这中间肯定有误会 要不咱做些谈谈 谈 开个屁啊 老东西 别在这盘高枝 我父亲怎么可能是你静楼椅呢 滚 小子 你也要给你哥 取个情吧 怎么会呢林少 他早就不是我们叶家的人了 这个杂种 可是我们叶家的耻辱 我根本就不认他这个大哥 林少 您把这个废物带走 放过赵家吧 你什么在叫老子做事嘛 你说你个什么东西 也配叫老子做事啊 不过 这小子说的不无道理啊 或是叶辰闯出来的 我呢也是讲道理的人 对吧 林少 你说 不管让我赵家做什么 那不是做你的狗 我们都答应 只要你能放过我们赵家 好 这是你说的 把你的女儿 让我玩玩 你们两个呀 就跪在那里看着我玩 然后 等我累了时候 一个帮我擦汗 一个帮我 配屁股 怎么样啊 你 林少 你 这 哎呦 不愿意是吧 没关系 那你们就去死吧 本来看在林会长的面子上 想给你一条活路 既然你要一心求死 那就怨不得别人 叶辰 你疯了 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们这些废物都能干什么 给我杀他 林少 你要留在全尸吗 不要 罪十万断 小子 我可是大宗师 能死在我的手里 也算是你的荣幸 对 对 废话真多啊 废话 这是废话 杀你娘这么多 有什么用呢 两个废话打不过 你们 一起上 是 你这不是很能打吗 怎么连一个垃圾就打不过呀 要你们有什么用 少爷 快跑 他是个怪物 废话 真是废话 说我 你 你要干什么 我说过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叶辰 叶辰 你快松手 叶辰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是吧 你是非要把我们罩家置于死地是吗 天才商会 那不是你能惹得起的存在 李莎 你没事吧 滚干 李莎 你小小气 都是这个废物干的 和我们赵家没一点关系 你可千万别怪自己在我们赵家的头上啊 你们都怎么给老子滚干 叶辰 叶辰 你为什么要忤逆我呀 为什么 乖乖给老子当狗的不好嘛 对不对 你们这帮下等人 没有资格跟老子说不 我要杀了你 杀光你们这种贱人 林会长就是这么教你的 你还敢提我父亲 你配吗 我父亲拿着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利的人之一 而我呢 即将继承我父亲的权利 成为主宰你们的神 你还不配 我啊 我不配啊 老子就是你们的神 完了 赵家 完了 你父亲就是你的底线 是吧 那如果我告诉你 你父亲在我眼里就跟蝼蚁一样呢 你说我父亲是老蚁 你是疯了吧 我父亲可是天才商会的会长 是安于百皇亲自亲定的 一眼之下 坏人之上的存在 走吧 带我见见你父亲 叶辰 你别再哭闹了 灾星 你就是个灾星 大了灵烧 都已经是颇甜的大祸了 你居然还要去见灵会长 叶辰 你要不要好好的想一想你在说些什么呀 你见到我父亲呀 只有死路一条喽 叶辰 带路 你到底闹狗了没有 你是这些小孩害死我们赵家吗 你放心吧 天才商会不会对你们赵家怎么样的 是 叶辰 你干吗 叶辰他 不要管 那个杂荣打了林公子 得罪了天才商会 他自己送死 怨不得别人 就是不要再怪那个灾星了 他就是一个祸害 老赵 老林 叶辰出事了 什么 那可是少佐呀 他能出什么事呢 回事了 不好了 大爷被打了 什么 什么 他身边的保病呢 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会长 打少爷那个人 很能打 少爷带人 他的大不惯啊 真是一群废物 哎 老赵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要处理一下手边的事情 那小的他人呢 会会 会长 那那人托着 托着少爷来 天才商会了 什么 好好好 打了我儿子 还敢来到天才商会 去 马上着急什么 这小子既然敢来 老子就让他躺着出去 是 老赵你去哪儿 我去天才商会一趟 姓赵子 你到底什么意思 那个灾心 到底有什么好的 让你这么惦记 不复 您还是别去了 或是那个杂种惹出来的 不会牵连招架 你疯了吗 你疯了吗 为了一个灾心 搭上整个赵家 还有我和婷婷的命 你知道个屁 夜晨是老爷子留下来的 是老爷子留给我们 赵家最后的希望 你疯了 你要是在我街中心部 我就害你灵魂 叫你拿出来 叫我 没死了都给老婆滚出来 少爷 您您您的手 夜晨 你不是很猛打吗 那我打个屁用的 出来会看背景 看势力的 来吧 让老子让我们打几个 就你们这些人 还不配 不配 他们还都是半部宗师啊 就算是大宗师 还在给老子磕头下个跪 少爷 您和他费什么话 让兄弟们直接杀了他 他打了您 就是打了我们天才商会的脸 好搞 却给我杀了他 老子给你一个亿 好的少爷 兄弟们 杀 明晚不晃 滚 还有不能打的吗 不可能啊 他们都是半部宗师 怎么可能吗 宗师 在我眼里不过也只是蝼蚁吗 走吧 带我去借姐夫妻 小贝 身手不错呀 您是谁 我是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见我们会长 你还不配 黄大师 少爷 您的手 就是这个废人 他打伤我的手 好 小贝 费了会长独子的手 还打上了天才会 有点能耐 黄大师 今天你务必要把他给杀了 我要他死 少爷 稍安无躁 您先休息一会儿 得老夫去取他的 向上人头 小贝 小贝 自财吧 你不配当我的对手 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哈哈哈哈哈哈 小贝 你还真想和我打 老夫 可是暗玉北皇亲自指导过的 让你自财 是想让你死得轻松点 暗玉北皇 算个什么东西 放肆 居然敢对北皇大人不敬 既然你少死 那就怪不得老夫了 那老东西还真是什么垃圾都教我 黄大师 少爷 您靠后 他不简单 看样子不拿出的真东西 是杀不了你 北皇神传 北皇神传 我那你也会北皇神传 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谁 老夫跟随北皇学迹十年 除了北皇大人的那位清传弟子 老夫还从未听说北皇教授过其他人 你究竟是谁 学迹十年来 就这种水平 还真是一个废 不 不可能 除了北皇 没人比我更懂的北皇神传 哪怕是那位清传都不可能比我懂 你究竟是谁 修行之人 修身 修心 修静 而你更 正 心性不批 难得大气 撞批 毛都没掌气的小鬼也配平家老虎 你 还要动手吗 你 还不服吗 我 我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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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北皇神权的继承人 我才是北皇的你清传的人 气血逆转 心魔攻心 连接受失败的勇气都没有 还真是可笑 林上 我 黄大师败了 什么 怎么可能 黄大师可是我天才第一高手啊 我爸呢 我爸在哪儿 没啥放心 匯长马上就到 保护力量 都给我住场 爸 救命费我 他大伤了我的手 你 他就能把他给杀了 林会长 这就是你教的好儿子 白痴 我真不知道你在狂什么呀 我爸可在这个设计上 最有权力的人 你算个屁呀 爸 你打我干什么呀 你这个溺死 你到底我闯了多大的祸呀 爸 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 闭嘴 你这个溺死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措声 你都不知道 你到底得对的是谁呀 爸 他不就是叶家的叶臣吗 叶家送的什么东西啊 哪怕是燕京叶家的主卖来 你现在给我们下跪磕头 下跪下跪 你以为你是谁呀 啊 这些年 我没有管你 你这把自己当成人物了吗 啊 爸 你到底在出现什么呀 我妈敢站在大厦顶疯的人 他们只不过是一群龙蚁罢了呀 哎呀 哎呀 你这个熟磨寸光了全祸 胳膊肺了 你就会哭哩喊娘的 你怎么不死在外面呢 哎哎哎哎 哎 你会饶啊 打购 你 都不许回来 爸 少骨大人 求您 饶出这个孽子 爸 你干什么呀 爸 你怎么跟他一废屋下来了呀 爸 我跪下 我为什么我不跪 他就是燕家在一个废屋 我凭什么给他跪呀 爸你疯了吗 看来他不愿意呀 那就算了吧 我跪下 快点给我跪下呀 我不跪 我不跪 凭什么 这可是少主啊 南渝北黄的清泉弟子 整个田田相贵都是他的 不可能 这才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少主呢 他就是一个废物 怎么可能是北黄清泉的弟子呢 哎呀 你这个傻子 黄大叔都背在他手里边了 你肯定看出来吗 少骨大人 求求你 快说这个孽兆了 看来你很想让他活着 少骨大人 看在这么多年 兢兢业业的 为您打理财业的费上 求求您 饶过我们林家子 什么 你真是少主 那 赵田田就是少奶奶 少主 是我愿 不是太善 还想您大人不许想 能够放我一碗吧 我该死 我该死 给我一条活路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给你一条活路 谢谢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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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丁是鬼狱吧 什 什么 少主 您不能这样子 这根是鬼狱啊 你看我这个样子 我去了 我指定没有活路了少主 闭嘴 你这个孽障 少主大人的决定 也是你可以质疑的吗 少主大人 饶你一条命 一定是千大的人成了 少主 我之后求了你放我一碗吧 少主 少主 林南 我教你儿子送去鬼狱 你可有意见 属下不敢 我师父 在鬼狱 谢少主栽培 林会长 那人真的是 不敢问 别问 是是是 属下多嘴了 老林 老林 小陈他 老赵 你别着急 少主他没事 你儿子和小陈没事吧 没事的 少主刚走 只不过 我们家那个孽障 被送到鬼狱去了 什么 贤侄送到鬼狱去了 是他活该 谁让他得罪了少主呢 这对他是不是太严厉了 毕竟小陈有错才先 这是少主亲自下的命命啊 送到鬼狱也好 让他好好地在那里里里里里里吧 老林啊 你一直叫小陈少主少主他 小陈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呀 你怎么还不知道呢 他是天财商会的主人 是北黄大人的亲传弟子 什么 小陈是北黄大人的亲传弟子 老赵啊 你可得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 叶辰是你赵家一飞从天的机会 以后啊 你可就是天财商会主人的老赵人了呀 你可得好好照顾照顾我呀 老赵 小陈他 对 对对对 少主 婷婷 你就别担心了 我家长辈说了 以后天财商会 不会再打压你们赵家了 放心吧婷婷 这次你们赵家亏损的钱 我让叶家都已经补上了 叶浩哥哥 谢谢你 没事婷婷 我的心意你是知道的 小昊啊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啊 没事伯母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毕竟是我那个废物哥哥人的话 别跟我提那个废物 真不知道老赵是怎么想的 非要让我们的婷婷嫁给那个废物 放心吧伯母 那个杂种去了天财商会就是送死 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伯母 那 我和婷婷的婚事 好好 有你这样的孩子呀 照顾我们的婷婷 我也就放心了 伯母 天财商会的事情 我已经解决好了 你个丧伯兴 你还回来干什么 他打了林少 居然还能活着回来 真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 肯定是林会长看我叶家的面子上 才肯放过他 不可能吧 哪怕是燕京叶家 在天财商会面前 都不过是一只大一点的虫子 难道这叶晨 滚出去 你这个诚实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你就是个灾心 你待在我们赵家 迟早要把我们都害死 伯母您就放心吧 我会把我们 叶晨 我们解除婚约吧 叶晨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 赤龙亲兵的考验 天财商会的林少 哪一件不是你惹的活 我妈说的没有错 你就是个灾心 况且 现在我已经个叶昊哥哥了 他比你可强太多 听见了吗 杂主 还不快滚 你根本就配不上婷婷 婷婷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毕竟 他能从天财商会 毫发无损的出来 我觉得 他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林儿你想错了 他呢 不过只是个废物 是天财商会 看在叶家的面子上 放人罢 可是 好了 这件事我已经做到了 你就不用再劝了 你确定吗 当然 废物 你还赖在我们赵家干什么 我们婷婷都已经说了 他要和你解除辉月 你现在和我们赵家 没有一点关系了 快滚啊 叶辰 你走吧 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 那我到时候会安排人过来解除婚约的 傻逼 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还派人过来解除婚约 你要搞清楚 是你配不上婷婷 是婷婷跟你解除婚约 还派人来解除婚约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豪门大少爷吗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一直被逐出家门的废物 一直丧家之犬 真是不知道这个杂种还有什么脸面呆在赵家 脸皮可是真厚啊 叶辰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如果没有 就赶紧走吧 我赵家不欢迎你 那话 我尊重你的选择 终于把这个温神给送走了 伯母 您得消消气啊 跟这种杂种生气气坏了身体怎么办 好好我听我勾演的 不生气 打了林会长的独子 还能平安无事的回来 这个叶辰不简单 婷婷 过两天我在燕京的堂哥要回来 你和我一起去见见堂哥吧 嗯 好 小辰你这是去 赵家主啊 我跟婷婷的婚约已经解除了 以后不要她叫小辰 什么 婷婷那个死丫头跟你解除婚约了 这 哎呀 你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没有什么误会 有些话你也知道 毕竟巧妞都挂不点 什么 天才商会的黄会长被废了 这怎么可 行 我知道了 先不说我挂了啊 可是 小辰 赵家主 婚约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小辰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田丁他可能也就是一时冲动 我的身份林男应该跟你说过吧 是的 少主 既然如此 婚约已经解除了 我也不变了你照相 哎呀 这破天的富贵 终究不属于我赵家呀 赵伯父 为什么叫夜城少主 今天只有夜城去了天才商会 黄大师被废 夜城毫发无损的回来 难道 啊 夜城 夜城 你有什么事情 我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 我跟他已经结束婚约了 你先找我女友 啊 不是他找你 是我找你 夜城 这天才商会的黄大师 是你废的吧 我果然没有猜错 先是打了林少 再废了天才商会的黄大师 但你却毫发无损的 从天才商会走出来了 这里面呀肯定有猫腻 与你无关 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我没兴趣 你这人怎么这样呀 你都不听人把话说完 好 那你说 我爷爷呢 曾经是赤龙君的一员 但是他受过伤 我想买下千尖雪灵芝 治疗他的暗疾 赤龙君的一员 你爷爷叫什么名字 耀天海 他曾是赤龙君的战神 但是因为他受过很多伤 所以他就隐退了 赤龙老将啊 夜城 我知道你有些身手 我想等我买下千尖雪灵芝之后 你护送我回到药家 试成之后 我给你十万块 好 我答应你 你这又答应了 你还要什么其他的事吗 没 没有了 他居然为了十万块钱答应 难道是我想多了 他就是个废物 还愣着愣着吗 走吧 好 哦 这里呢就是南城最大的拍卖会了 喂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再跟你说话 这些都不重要 现在只需要把你 跟千年雪灵芝一起送到药家就好了 灵儿 董事儿 没想到能在这碰到灵儿 缘分的 这个难得是 这个难得是 啊 她是我请的保镖 毕竟 我今天要拍下的是千年雪灵芝 唉 灵儿 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我不仅能帮你 买下千年雪灵芝 还能护你周全 根本不需要什么狗屁保镖 谢谢董少的好意 但这毕竟是我自己的事情 就不麻烦您了 等等 小子 我警告你 灵儿是我的女人 你要是敢对她有想法 老子废得你第三条腿 董少 您真的误会了 她只是我请的保镖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们就先走了 就不打扰您了 少爷 这个女人也太不动视了 你懂个屁 现在就去查一下 她身边那个男子的底细 是的 少爷 那小子是谁啊 她是董家的少爷 一直在追求我 但我不喜欢她 不喜欢直接继续就好了呀 她是北域董家的嫡子 我们要家根本就招惹不起董家 我也没办法 只能躲着 一条狗也陪跟主人待在一起 滚一边趴下去 董少 董少 她真的是我的保镖 来保护我安全的 你别这样 灵儿 你还小 有些事你不懂 有些人 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靠近你 做着攀附着豪门的美梦 董少 您误会了 她真的只是我的保镖 放心吧 灵儿 交给我 小子 滚一边去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你他妈算什么垃圾 敢跟老子这么讲话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给我滚 来人 给我废子 杜少 请你不要这样 听不懂人话吗 你们嫂子都发话了 还不滚一边去 灵儿 你今天来 也是为了千年雪凌芝吧 请大家安静一下 拍卖会正式开始 今天的第一件拍品 千年雪凌芝 起拍价一千万 一千五百万 两千万 一千万 对千年雪凌芝 我北玉董家要了 谁若是敢跟我北玉董家作对 我不建议 再让南玉少一个家族 全人是谁呀 这么嚣张 少说两句吧 他可是北玉董家 在南城 咱们所有家族 架一块 都不过人家玩的 那也不能不讲道理吧 这拍卖会本来就是 架高者得嘛 讲道理 人家是董家 在南城 人家说的话就是道理 这位先生 请你不要扰梁慧晨 闭嘴 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在这儿多一点嘴 信不信老子 拆了你拆了 林儿 你要的千年雪凌芝 我给你排下来了 董少 谢谢你的好意 客气什么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董少 我现在年龄还小 目前 还没有结婚的想法 怎么 你是不愿意嫁给我 那这千年雪凌芝 和你爷爷的病 怎么还不宣布 你们这群饭头 都是干什么吃的 看样子 是买不到千年雪凌芝了 你就是这么就放弃了吗 那有什么办法 他可是北玉董家 他用凌芝 逼着我嫁给他 还是算了吧 放心吧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董家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一千万 五千万 五千万 这千年雪凌芝 我要了 老子 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老子抢东西 八千万 一个亿 这儿是挨卖会 价高者得 你要是出不起的话 就把嘴闭上 你敢说老子没钱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子可是北玉董家的继承人 管你是个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今天就跟你比一比 谁够有钱 一亿五千万 两个亿 董少 别带假价了 咱这次没带那么多钱 滚 三个亿 你疯了吗 我哪有这么多钱 你放心 这个钱我来处 你哪来得起 小子 教养 你接着教养 你不是很狂吗 十个亿 我今天把话就放在这儿 这钱你要是拿得出来 这千年雪凌芝就给你了 你要是拿不出来 就把嘴给我闭上 你怎么 少爷 少爷 这小子身份查清楚了 他就是南城一个小家族的弟子 哪怕是连南城最大家族的 秦家荡产 也不可能有十亿 就是个小家族的废物 一个小家族的废物也敢这么嚣张 你确定你的消息没错 我确定 我拿脑袋蛋包 他绝对拿不出十个亿 他就是个垃圾 老子要求演资 这个垃圾 根本拿不出十个亿 老子 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老子抢东西 八千万 一个亿 这儿是挨卖会 价高者得 你要是出不起的话 就把嘴闭上 你敢说老子没钱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子可是北域董家的继承人 管你是个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今天就跟你比一比 谁够有钱 一亿五千万 两个亿 杜少 别再加价了 咱这次没带那么多钱 滚 三个亿 你疯了吗 我哪有这么多钱 你放心 这个钱我来处 你哪来的钱 小子 教养 你接着教养 你不是很狂吗 哼 十个亿 我今天把话就放在这儿 这钱你要是拿得出来 这千年雪灵芝就给你了 你要是拿不出来 就把嘴给我闭上 你怎么 少爷 少爷 这小子身份查清楚了 他就是南城一个小家族的弟子 哪怕是连南城最大家族的 秦家荡产 也不可能有十亿 就是个小家族的废物 一个小家族的废物 我也敢这么嚣张 你确定 你的消息没错 我确定 我拿脑袋担保 他绝对拿不出十个亿 他就是个垃圾 老子要求掩子 这个垃圾 根本拿不出十个亿 按照约定 我现在只需要把你 还有雪灵芝送到药家去回来 你怎么不总办 叶辰 你究竟是谁 我 南城叶家 叶辰 不可能 先是费了天才商会第一人的黄大使 赵家家主 又尊称你为少主 随后你又拿出了十个亿 就算是燕京叶家的主卖 叶天盛他都做不到 你 究竟是谁 我就是叶辰呀 而且我跟赵婷婷解除婚约那天 你也在上 具体什么情况你也知道 婷婷呀婷婷 这叶辰 这叶辰绝对不简单 要是能攀上他 我要家 绝对一飞冲天 既然你不要他 那就别怪我了 走吧 叶辰 叶辰 你觉得我怎么样 什么 你怎么样 就是 你觉得我跟赵婷婷是谁更漂亮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我跟她 都已经解释婚约了 既然 婷婷她不要你 你要不要 灵儿 你这是要做什么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 走 你要灵儿 你这个婊子 董少 你 老子才是你的男人 你竟然敢背着我勾引别的男人 你这贱呀 董少 请你放尊重点 我并不是你的女人 所以我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和你并无关系 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婊子 老子还以为你多春节呢 原来就是个骚货 行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把这个男的给我废了 然后把这个婊子给我带回去 老子今天晚上就办了你 老子少爷 敢和我们少爷抢女人 真是找死 不知道少爷玩你了 会不会把这个婊子伤给我那么玩玩 他长得可真润啊 按照约定 我会出手护你出去 你后退一点 那你小心 放心吧 一帮拉起来 老子看你能垮到什么时候 废物 一群废物 你就是北玉董家 你想干什么 叶成 小心 等着 你要有人我给你带来了 小飞谁你说 我保证 你是想抓死老子吗 没看见我在这儿吗 你要是开车 没长眼睛 信不信 老子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是是是 董事长搞对 身后没长眼睛 身后没长眼睛 龙虎帮的徐飞 他怎么来了 快走 他可是半部宗室 凌儿 你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你疯了 他是半部宗室 他的大哥就是宗室 咱们惹不起的 走 你知道黄大师是怎么飞的吗 你真的是宗室 我说过 会安全护送你 还有千年血淋之道药价 就一定会做到 我从不实验 谢谢你 行了 我办你的正事去 好了 能力董上办事 是我们的荣幸 走 小子 老大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龙虎帮的二爷 你要是识相的话 就自废双腿 上他脏了脑子的手 废话准多 你们一起上 上 给我废了吗 好了 都清理干净了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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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天神哥 小董 我到南城了 你让小飞带人来接我 天神哥 小飞 小飞他被人给废了 叶辰 谢谢你 不用谢 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不是说好了吗 把你还有千年雪灵芝送到药家 结果十万块钱 你刚刚可是花了十个亿 这个事情一马归运 你可是药家大小姐 不会连十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你 我 我说 你可是药家的大小姐 不会连十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你们药家现在都已经成这样了 我们药家是有些衰落 但是十万块我还是拿得出的 不过了 你真的在乎十万块吗 你刚刚可是随手就花了十个亿 给你 这张卡里有十万块 叶辰 你这个废物 吃软饭都吃到药家来了 叶辰 你这个废物 吃软饭都吃到药家来了 十万块钱 你这个废物 胃口还真大呀 药家的小丫头 你别被她给骗了 肖凤 你怎么来了 作为赤龙君的一员 来给赤龙前辈祝寿 有什么问题吗 赤龙君 赤龙君亲位的考核 不是已经取消了吗 不知 神尊大人已经下令 将单独给我家大人 进行一场考核 能让神尊大人如此看重 想必我家少主加入赤龙君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肖凤 神尊大人这么看重你啊 叶辰 你还真是不要脸 刚吃完赵家的软饭 现在又来吃药家的 我还真是想瞧你 不是的不是的 这个钱呀 是他应得的 他是个废物 除了会吃软饭 还有什么能的 你呀 就是被他给骗了 单纯的小男的 走 叶辰 你跟肖凤什么关系啊 他怎么那么讨厌你啊 他跟赵婷宁一样 跟我之前有过婚约 你跟肖家有过婚约 那可是燕金肖家 这些都不重要 你现在可以把钱给我了吧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 等你参加完我爷爷的寿业 我再给你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 等你参加完我爷爷的寿业 我再给你 算了 这钱我不要 啊 你就不怕 一会儿在寿业上 有人把我的灵芝抢走了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与我无关 其实 不是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算了 我就再帮你一个忙吧 我想 让你在我爷爷的寿业上 假扮我的男朋友 假扮你男朋友 这样不太好吧 好 你是赵婷婷的闺蜜 我再怎么说之前也是她的未婚夫啊 你 反正你们的会约都取消了 走吧 好 我们这样不太好吧 那有什么的 你是单身 我也是单身 我也是单身 你怕什么呀 爷爷 爷爷 丫头 爷爷现在的身体啊 可记不起你这样折腾了 哪是呀 爷爷 我爷爷的身体最棒了 丫头 快把你男朋友给我介绍介绍吧 嗯 爷爷 怎么生命 爷爷 你们 认识 老伟子 你认识 三年前 我在赤龙军的时候 见过一面 那时候 他刚见鬼运 那后来呢 我就和那安于北黄打了一架 北黄进鬼运 我受了大伤 我就推出了赤龙军 北黄 那这北黄和赤龙军 是不是有仇啊 你这丫头 这都不是你该知道的事情 我被北黄上了以后 我就啊 不再问这些事情了 小陈 对吧 是 真的 谁说啊 你经过鬼运 老夫我啊 没有世人那种偏见 你只要对我家领儿真心的好 我是不会反对的 嗯 那就 多谢老爷的成全 你这丫头 见过药前辈 萧凤 听说 你被神尊大人的看中 即将加入赤龙卿 是 以后还请前辈指点一样 指点就算了 我已经退出了赤龙军 何夸被神尊大人看中的人 也不需我这老骨头去指点 这位是我邀家的孙女婿 小陈 刘二 这位是燕京萧家的少 萧凤 叶辰 你还真是不要脸 你们认识 何止是认识 前辈 这个人 根本配不上你家的 为何 他之前想攀附上我萧家 被我退婚之后 又去攀附赵家 如今又来攀附您的药家 一个整天只知道攀炉凤凤的废物 怎么可能配得上你的心呢 小少主 请您放尊重点 叶辰哥哥 他不是这样的人 小丫头 你就是太单纯了 才会被这种人欺骗 拉子 给我滚出去 你不就欺负耀灵儿单纯好骗吗 我做事情 还轮不到你来去说话叫 小七 把剑收了 前辈 晚辈言尽于此 如果之后 您和您的孙女 还是如此执迷不误 那作为晚辈的我 也没什么办法 你 好了 君说大受 不说这个 爹 爷爷 老毛病了 您这是 当年和北黄大战之后 留下的后遗症吧 小七 前辈 这是百年雪凌之 您服用之后 必定能治好您的后遗症 小少主要心了 老爷子的身体 是因为北黄神泉造成 你这百年雪凌之 根本就没用了 不知 你一个只知道吃软饭的窝囊肺懂什么 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 北黄神泉 北黄神泉乃是将真气凝聚于手掌 打住人体的招数 打出后 外表不会有任何破损 但体内的内脏 会被真气 无休止的破坏 老爷子 我猜您能活到今日 是因为您动用了身体内庞大的真气 压制住了北黄神泉的力量 你怎么也懂北黄神泉 他个废物懂什么 我看啊 他就是编的 你这百年雪凌之根本就没有用 按照您老的年纪 应该不用千年雪凌之才是 胡言乱语 叶辰 你别在这儿胡搅满尘 你一个叶家的废物 知道什么是百年雪凌之 我看这个废物 就是想在药家面前显悲一下 才编出谎话 还哄骗药家 够了 今天是我们药家的宴会 而叶辰 是我邀请来的客人 你们二位要是不想待在这儿 请离开 林儿 你这是干什么 无妨 前辈 林儿只是太单纯 容易被心怀叵测之人欺骗吧 林儿 把这个千年雪凌之 给老子 千年雪凌之 废物 你懂什么是千年雪凌之吗 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极片 哪怕出现 也只有在销在这样的顶级市价才可以拥有 千年雪凌之 这怎么可能 你们药家怎么可能会有这千年雪凌之 哪怕有 以你们药家这没落的家族 怎么会没有人打这雪凌之的主意 这是叶辰哥哥 在拍卖会上花了十个亿买下来的 爷爷 这是叶辰哥哥买来 专程送给您的 叶辰 他能花这十个亿买这千年雪凌之 少主 我看那个千年雪凌之是假的 就是那个废物 用来骗要价 不是的爷爷 这个真的是叶辰在拍卖会上 花了十个亿买下来了 很多人都看到了 凌儿 你就是太单纯了 被叶辰这个废物骗了 他根本不可能拿出十个亿 真的 当时拍卖会上 董家的董少还来捣乱了 还是叶辰哥哥出价十个亿 才把他从董少的手上抢了回来的 叶辰哥哥他没有骗人 董少 北玉董家 是啊 北玉董家 凌儿啊 你就是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北玉董家可是燕京叶家的富数 在南城横着走都不会有人拦着 他一个叶家之脉 凭什么从董家手里抢东西 可是 凌儿 不管这是真是假 都是小陈的心意 啊 好了 你们年轻人 在一起玩吧 我这把老骨头 不陪你们了 我还要去招待其他客人呢 爷爷 爷爷 爷爷你快别说话了 我现在就找人送你去医院 医院 是解决不了这老毛病的 爷爷 爷爷 气血工心 老爷子已经压制不住那个老东西的真气了 气血工心 怎么办 叶辰哥哥 现在我爷爷要怎么办 凌儿 把千年血连治给我 啊 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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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ssj 你知道啊 不过看样子 这耀老爷子快不行了呀 耀老爷子这一走 这耀价 可就差不多真要完了 耀价要完了 你别看耀价现在在南城户那风生水起 这靠的都是耀老爷子一个人 耀老爷子要是没了 谁还看得起耀价 叶辰 你干什么 赶紧给我放手 不然老子真没救了 让你一个不懂医术的废物 那前辈才是真的没救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鬼 也敢说救人 张大师 萧少主久仰久仰 张大师 药前辈这病 药老这病确实是个问题 不过要是老夫出手 应该很快就能好 那有了张大师 不敢不敢 要是萧少主日后能在神尊大人面前 每言几句的话 我就感激不尽了 请 不懂装懂的小鬼 滚开吧 叶辰 我爷爷他现在要怎么办 放心吧 老爷子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我刚才给他吃了千年血灵汁 我原本想运工帮他打通经脉 仅此而已 他谁 孤陋寡门的废物 连张大师都不知道 他是天一九珍的继承人 是大夏为数不多的神医 号称只要有一口气 就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灵儿 看起来吧 叶辰就是一个不懂装懂的骗子 刚才他差点害死你爷爷现在 你还觉得他不是个骗子吗 废物 你刚刚把你那个什么假灵芝 喂给了药前辈 如果药前辈有什么三长两短 火壁砍了你 要不是张大师在这儿 前辈这次 怕是熊躲即少 胡闹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这一阵下去 会堵住药老的经脉 让他无法吸收千年血灵芝的药性 这才是真的熊躲即少 你懂个屁 我不封住他的经脉我怎么治疗 药老根本就没病 你知道吗 没病他能晕过去 他那是因为承受不住北黄的真气 气血宫心所导致的 他只需要吸收了千年血灵芝的药性 慢慢恢复就可以了 你闭嘴 老夫医生救人无数 什么病没见过 还轮不到你个小鬼在这儿指手画脚 你再不放手 就真的耽误救治药老爷子的时间了 我最后再说一遍 药老他就没病了 放屁 药老分明已经病入五脏六腑 再不救治 就真的没救了 叶晨 松手 我看 这个废物 就是想害死药前辈 好吃掉药家的资产 真是胆毒 是你懂医术 还是张大师懂医术 松手 再敢向前一步 死 愚昧 张大师 您尽管放心一举 我绝不会让这个废物 再上前倒 有劳消少主 我绝不会让这个废物 我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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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 进去 首个月 我们上次 一个大厨 也要的 我 应该马上就行 那真是麻烦张大使了 不麻烦 不麻烦 药老曾经也是为国杀敌的赤龙老将了 能为他治病也是我的荣幸 今日之后 我一定向神尊大人 推荐您这位国事无双的神医圣神 那就多谢萧少主 廖前辈 您醒了 叶叶 我这是怎么了 您刚刚突然昏厥 是这张大使救了你 感谢大使救命之恩 如果你想要什么 尽管开口 只要我药家能拿出来的 一定满足你 多谢萧少主 不过我一生行医救人 不图钱财 要老的美意我心领了 今天有老大使 要老 您现在可以起来走两步试试 不用再担心病痛折磨了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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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佣医 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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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是你害死了我爷爷 这 张大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一个解释 药老前辈卫会突然吐血晕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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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用天衣酒针制的药老 不会有问题的 是他 一定是他 他刚才耽误了药老的救治时间 是他害了药老 我早就说过了 药老根本就没病 是你自己那儿瞎折腾 我瞎折腾 老子可是神医 天真 我爷爷该怎么办呀 你再在这儿捣乱 药老就真的没救了 快闭嘴 爷爷 爷爷 爷爷爷 爷爷 爷爷你醒了 爷爷 你这是干什么 我知道 天衣酒针还是起了效果 张大师 您的意思是 我的天衣酒针不会出现问题的 就是他刚才耽误了时间 所以才出现了刚才的小插曲 小少主 你不会真的以为 这个小鬼能治好药老的病吧 刚才是我唐突的 无妨 只要药老的身体无碍 我不在乎世人的质疑 那今天真是又老 张大师了 爷爷 你就是个庸医 你刚才差点害了我爷爷 好了 都别吵了 爷爷 我这把老骨头 要了去公民关 回来了 今天是我大寿 都别站着了 都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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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坐 难道你现在还没有醒悟吗 萧少主这话 是什么意思呀 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出来 这个叶晨 就是一个废物 萧少主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就不劳您费心了 顽固不化 不可救命 好了 事情我也都帮好了 你 就这么就走了 不然呢 你让我帮你的忙 我也帮了 你爷爷的病 我也都治好了 走了 等等 你治好我爷爷的病 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举手势劳罢了 谢就不用了 不行 我爷爷他说过 不能欠别人的人情 既然你 帮我治好了爷爷的病 那 那我请你喝酒 这样不太好吧 哎呀 这有什么不好的 走吧走吧 这可是南城 最大最豪华的KTV 没来过吧 是没来过 那姑奶奶今天呀 就好好地带你在这儿 玩上一晚 走 萧跳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凌儿 你怎么会跟这个废物 在一起 难道你们 你可真有个不要脸的呀 被我退了婚 居然又缠上了凌儿 不是这样的婷婷 凌儿 是不是这个非我一直纠缠你 我现在就叫人把她赶走 哎别 她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什么 什么 要凌儿 你居然和这样子的人谈恋爱 这件事 你爷爷他清楚吗 我爷爷知道 而且 他也已经同意了 杂种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攀不上照家 就来攀药家 你还真是不要脸呢 凌儿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为什么跟她退婚 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 婷婷啊 叶辰哥哥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她这样的废物 几斤几两 难道我心里不清楚吗 我看这事 巴扯就是你被她给骗了 跟我走 以后不要跟这种人再往来了 婷婷啊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有些事情 真的是你误会了 既然你们已经退了婚 那我就有追求她的权利 姚灵儿 婷婷 既然灵儿都已经决定好了 我们就不要再参与她们的事情了 走吧 我们还要去接我堂哥 姚灵儿 作为你的闺蜜 我最后再奉劝你一句 以后 离这种废物远一点 我什么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我最后再奉劝你一句 以后 离这种废物远一点 我什么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叶少那边安排得怎么样 东少 你放心 我大哥已经去接她了 现在应该马上就到了 那就行 今天一定要把叶少安排好 不然咱们都得死 是是是 东少您就放心吧 还跟那个小白脸混在一起 老子要弄死她 哎 东少 先冷静 现在还不是对付她的时候 上次不是说是因为你爷爷的寿宴 所以假扮她 现在寿宴都过去了 鱼目脑袋 夜少马上到了 我们先去接夜少 哼 等接完夜少 我再回来弄死他们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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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少 东少 你就是南城夜家夜号是吧 那个 哈哈 哎 大哥 哎 大哥 大哥 我让你查的人查到了吗 查人 大哥 查谁啊 啊 是个废物 查谁你不知道吗 老子这次来南城干什么 你心里没点数吗 天生哥 我们都给您查好了 您的未婚妻肖凤 在南城的所有信息都在这儿了 好好学学小董 你以为老子这次来南城 是为了把南城夜家给你吗 老子是为了抓肖凤 是是是 我一定跟董商好好学 哎 天生哥 您看 咱们什么时候去抓少奶奶 不着急 这个女人竟然敢讨我的婚 等老子抓住她 看我怎么折磨这个贱 那一切都听天生哥的 您周扯劳顿了 我们给您准备了 接风宴 一程哥哥 你觉得这酒怎么样呀 还不错 那你 觉得我怎么样呀 你呀 你很漂亮 但是 就是思想我些单纯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说的是哪个呀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 叶辰哥哥 我做你老婆好不好 美儿 这个 叶辰哥哥 他赵婷婷不喜欢你 那萧峰又看不上你 你呀 那你选我好不好 莲儿 我就是个没人要的废物罢了 你们都说我单纯 但是我知道 叶辰 你的身份 一定不简单 你呀 才不是他们说的废物呢 莲儿 你先冷静一点 你听我跟你说 我不管 凭什么他们都可以 就我不可以 我要凶有凶 要屁股有屁股 我哪里比不过他们了 莲儿 我 别碰我 讨厌 哎 这叶辰哥真猛 这都喝了六七瓶了 他还能喝 人家可是燕京夜下的几成人 当然 我哪比不上他们了 我这也不想啊 我这也不想啊 臭婊子 正好没地儿撒起来 晚上好呀 臭婊子 漂亮啊 正好没地儿撒起来 晚上好呀 臭婊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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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还想去陪那个小白脸吗 放开我 那个废物 啊 老子以为你多警告呢 原来就是个大妇 放开我 你咋看 今天晚上老子去办了你 啊 救命啊 董少 放开我 你慢慢玩 我去看门 绝对不会有人来打着你 哈哈哈哈 臭婊子 你不是喜欢跑吗 你接着跑呀 你接着跑呀 你要干什么呀 老子追了你那么久 你却看上一个小家族的废物 你看一会儿 老子该怎么玩你啊 啊 救命啊 哈哈哈哈 救命啊 你不会还想着那个废物能来救你吧 啊 啊 啊 我告诉你 我大哥已经到了 今天老子就先玩废了你 然后 再去杀了那个废物 啊 啊 啊 你不是喜欢装清楚吗 你接着装呀 啊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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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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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我就送你一场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我就送你一场 既然你一心求死 既然你一心求死 啊 你也成功了 小飞 老子不是让你看我们是吗 都知道 快跑 好了 没事了 你 看 你要干什么 老子可是北狱董家弟子 哎 我本来不想对你动手 但是你一心要求死 你才是找死 你敢动我 整个背鱼都不会放过你 你动我一下 这家伙会让你生不住死 我动你了 然后呢 你 你 叶琪 松儿 我们走吧 姚灵儿 为什么 为什么我喜欢上一个小家族的废物 我哪里比不上他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喜欢你 仅此而已 都让你 剑婊子 都是他妈的剑婊子 这人老子倒不到你 不能等了 都别想多倒你 真是个废物 才会这么一点就倒了 他是个废物 你也是个废物 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老师 滚 哪个不长眼的白春找死呀 天 天正哥 我 说话 磨磨叽叽的 我跟小飞 又被人给打了 谁敢打你 他妈敢打老子的狗 就是 就是下午在地下招呼那个 打我们两个那个 我们刚刚碰见他 又被他给打了 你他妈是个白痴啊 叫人连打两次 天正哥 我们也不行啊 但是我们说 我们是天正哥您的人 那就打得更厉害了 还说您 就是个 就是个 就是什么 谁就是个垃圾 操 妈 找死 这样说我 带我见他 老子要亲手弄死了 好 好 雷二 没事了 啊 野诚哥哥 我还以为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放心 有我在哪 野诚哥哥 你为了我 你招惹上了北玉董家 他们会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啊 放心吧 他们就是一帮土鸡娃狗 好 果然 果然 野诚哥哥根本就不怕躲架 他背后的视力 到底有多大呀 好了 天色也不早了 我先送你回去吧 不要 野诚哥哥 我不要回去 我还没有跟你玩够呢 这你人也太麻烦了 野诚哥哥 你到底是谁啊 我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我是南城叶家的叶臣 你的身份一定不一般 你不仅招惹了天才商会的人 还随手拿出十个印 现在又怕董家的继承人打了 这些都不是南城叶家可以招惹的 尤其是招惹天才商会那些人 又拿出十个印 这 就是燕京叶家他也办不到呀 梅儿啊 其实我 你还是不想说是不是 行 我 我说 我说 其实我是 哪个白痴敢打老子的狗 是哪个白痴打了我的狗 天生哥 就是他 就是他 打了我跟小飞两次 还骂您 就是个垃圾 好嫩的妞儿啊 天生哥 滚蛋 小子 你身后的这个女的 老子看什么 滚 还从来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他妈找死 你敢还手 我还手 好小子 你有种 规矩我懂 不就是钱吗 我给你 天生哥 你这是 痘痘这个傻逼我二二爷 这个钱他真要是拿 将死之人 你懂的 现在 我可以玩你的妞儿了吧 一诚哥哥 你放心吧 你没事 哟 还是个情种啊 这张卡里 有一千万 拿着卡 赶紧滚 这张卡里 有一千万 拿着卡 赶紧滚 他妈的 老子都给你钱了 你别 天生哥 你不敢打我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管你是个什么东西 老子叫叶天盛 燕京叶家的继承人 叶天盛 燕京叶家 叶晨哥哥 我们好像 惹上了燕京叶家 燕京叶家 燕京叶家 招惹就招惹 叶晨哥哥 这可是你们叶家的主卖 这样会对你有影响 放心吧 李儿 区区一个叶家主卖 在我眼里 就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牛耳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 对不起叶少 刚刚都是我们的错 现在知道道歉了 刚才他妈从哪去了 叶少 叶少 您消消气 消气 消气 也可以啊 喝了他 你 行 不喝是吧 你男人不但打了我的狗还打了我 这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那让你男人爬地上 把酒品干净 叶少 我是药家的药灵儿 您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药家 是个什么东西 在我燕京叶家面前 都是一群猪狗 我爷爷曾是赤龙君的一员 我劝你不要太过分 也只是曾经罢了 现在就是一个半街入土的废物 哪怕把你爷爷叫过来 也得跪下给我磕两个头再走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爷爷 说了又能怎样 现在跪下来 把酒舔干净 不然杀了你们全家 义晨你 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愿意跪了 说完了吗 说完赶紧给我滚 你他妈混腻歪了 老子露死你 想要弄死我的人很多 你还不退 放手 老子要砍掉你的四肢 把你们做成人质 叶晨哥 你怎么等着 老子可是验警叶下的人 老子只是没带那么多人 等以后老子必杀你 叶晨哥哥 怎么了明儿 要不还是算了吧 他毕竟是叶下的继承人 好 都给你的 走 天生哥 你没事吧 都是你这个白痴惹的货 天生哥 你就这样打算放过来了吗 老子不可能这样放过头 老子恨不得 老子恨不得 现在就把这个白痴弄死 马上联系叶家 告诉他们都派点人过来 我要杀人 好了 领儿 快到了 你回去吧 怎么了 叶晨哥哥 对不起啊 今天给你惹了那么大的麻烦 没事的 明明就是他们有错在先 非要抓住我们 你不要这么自责了 可是叶家是你的本家 你只要在叶家待一天 你这麻烦就会无穷无尽的 放心吧 他叶天盛就是一个没脑子的白痴 翻不起什么老花的 可是 好了 快回去吧 叶晨哥哥 我今天跟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什么事情啊 就是和我在一起的事情 叶晨哥哥 叶晨哥哥 你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吗 不是的 领儿 我知道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 但是我这次来南城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没有做完 那就是叶晨哥哥 没有拒绝我了 我 我 叶晨哥哥 我会等你的 叶晨哥哥 你记得忙完回来找领儿 我会等你 到时候 你会做点 那不得了 我去世了 你呗 小姐 今天是神尊大人考核我的日子 那你们准备的事情 准备的怎么样 小姐 我已经把神尊考核的内容成功包围成功 除了赤隆坚 没有人在能绕着你的考核 进去 这次不能出现任何成功 上次被叶晨那一次遇到 这一次不允许任何人来 是 我听到了 跳着 叶晨上来来 好像是来抓你的 他来了就来了 只要我加入赤隆坚 成为神尊清贝 哪怕是叶家小动物 都得跌倒 走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今天是叶少到我们家 指定南城叶家继承人的日子 我能不早点起来 给叶少留个好印象吗 放心吧 妈 昨天晚上我可是把我那个堂哥 伺候得好好的 南城叶家的继承人 肯定是我 话可不能说得太满 你别忘了 你还有个废物哥哥 叶家的规矩是长子继承 那些长老才不会管 你和叶天盛的关系怎么样 就他那个废物 能掀起多大风了 还是小心点好 当年我为了把他赶出叶家 不惜用自己的清白去污蔑他 可他这次回来 我觉得他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能有什么不一样 他能有什么不一样 杂种就是杂种 不能掉以轻心 我让你去赵家 向赵家提亲的事情 你办得怎么样了 早班好了 赵家那个女儿啊 现在巴不得猴在一起 那就好 你要是能做了赵家的女婿 即便你不是长子 叶家也会考虑你的 来了 大哥 您来了 大哥您来了 你来了 闲职 一路上辛苦了吧 我这边已经 谁是你这儿 你也配叫老子闲职 赶紧的 把这份南城业家的家产继承协议书签了 是是是大哥 我真有钱 大哥 您这是 谁让你签了 大哥 南城业家的产业 不应该是我来继承吗 我管他谁继承 这是业家那群长老的意思 你大哥从鬼域回来 那他依然是长子 闲 不不不 业少 我们家业浩可不比那个废物差 南城业家要是交到业了 你这是在质疑业家的规矩吗 南城业家要是交到业了 你这是在质疑业家的规矩吗 不 不敢 记住你们的身份 你们不过是叶家的分支罢了 叶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轮不到你们在这说三道四 是是是 叶少说的对 可是大哥 我那个杂种哥哥 他今天根本就没有来 这明显是看不起您啊 你少在这添油加醋 这就是叶家的规矩 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他回来我也好回去交差 人找到了吗 我们已经确定了少奶奶的位置 少爷你随时可以去抓他 这个贱婊子 居然敢逃老子的魂 你们继续盯着 等老子这边忙完 就会回去抓他 神尊大人 今日是您亲自考验萧凤的日子 萧家萧凤已在练无常等候 您敢 走吧 站住 找死 废物 让你手下的狗鬼远点 老子这次来 可是带了叶少的命令 叶天少 他有什么事 叶少大发慈悲 决定让你继承南城叶家 叶晨 跟我走一趟吧 狂妄 敢对大人不敬 天北 退下 可是大人 去一趟也耽误不了时间 我倒要看看 这个叶天盛到底要干什么 走吧 妈 这可怎么办呀 我大哥要真是把南城叶家 给了这个杂种 现在 我也没办法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那个白痴怎么还没回来 叶少 我们那人 已经在找了 让他们抓紧时间快点 老子等会还要去抓肖凤那个婊子 是的叶少 属下正有趣 叶少 我找到了 你个废物 死哪儿去了 让叶少等这么久 你个废物东西 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大哥今天要来吗 赶紧滚过来给大哥道歉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滚过来 叶家能让你继承南城的产业 那是你天大的福分 还不赶紧过来跪下 谢谢叶少 让我给他跪下 让我给他跪下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是你 大哥 您认识他 何止是认识 没想到这个白痴 居然是老子叶少的人 这个废物 怎么会认识叶少 妈 妈 我也不知道啊 你不是很狂吗 想继承南城业家 就给老子跪下来磕磕头 再把昨天的女人洗干净 给老子送过来 像你们这种枝脉的垃圾 就是老子的狗 敢招惹老子 老子说让你们吃屎 你们就得吃 你 像你这种垃圾 我招惹就招惹了 大哥 叶少 你没事吧 南城之脉已经嚣张到这种程度了 看你们南城业家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大哥 都是这个废物干的 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 叶少 是这个废物不懂事 我们母子二人 可是一直很尊敬主脉和您的 你放过我们吧 滚开 来人 南城之脉 试图挑战主脉 很好 假法伺候 废了他 给我上 这 这怎么可能 我的人可都是宗师 你这个废物怎么可能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无需知道 也不配知道 我今天来 就是要告诉你 南城业家 本身就是我的东西 你们 没有任何资格 对我的东西指手放弃 反了 反了 都他们反了 吃麦的垃圾 竟然敢挑战主脉的独一眼 一群废物 给老子起来 给老子追 可 可是叶上 我们打不过他呀 叶前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打不过也得给我打 你们今天要是不追他 就算回了叶家 你们也别想活 叶晨 既然你想找死 那都别怪老子不客气 大长老 南城叶家 出了一个挑衅主脉尊严的孽障 少主 神尊大人怎么还不来 神尊大人的行踪 不是我等可以猜测的 大人迟迟不来 也许 是对我的考验 叶家那边有什么消息 少主 叶天盛已经知道你的位置了 现在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我担心 以他的性格 您逃了叶家的婚约 他一定会杀来这里 破坏考核 加派人手 上次考核 叶晨就已经惹得神尊大人不快了 这一次 一定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是 属下这就去安排 谢臣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已经让人包围了整个联务场了 对这个废话 怎么可能 你说外面那些人啊 我以为他们是什么图谋不轨之人 就把他们顺手都解决掉了 我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不允许 你再次破坏大人的考核 如果没有我 你觉得你还会有这一次机会 放死 这机会是神尊大人给我的 叶天圣 小凤 你个婊子 居然和叶晨这个废物混在一起 你还是 臭婊子 和老子有婚约 还是外面勾的野男人 你真是贱 我说过 我绝对不会嫁 你算个什么东西 嫁给我 你不过是肖家送给我的玩物罢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参加赤龙军成为赤龙天尉 然后摆脱我叶家 你个婊子 想成为赤龙亲尉 做梦 我绝不绝对 有人再次破坏少主的考核 大长老 还不出手 你是谁 无需知道我是谁 那你就去死吧 小心 上火 快跑 你居然能接下我三成功力的一掌 你很不错 可惜了 这么好的苗子 不能成为叶家的人 我说过 我绝对不会嫁给叶天圣 你不会真的以为 没有我叶家的帮助 就凭你 能让肖家在五年之内崛起 我都不是一 别傻了 蠢女人 是我们叶家在背后帮你们肖家 你们肖家 就是我们叶家的一条狗 而你 就是老子养的一条小木狗 不可能 明明这五年 我这么努力 努力 在我叶家的权与力面前 你就是一个蝼蚁 别傻了 努力 在我叶家的权与力面前 你就是一个蝼蚁 听话 乖乖跟我回家 好好伺候老子一辈子 我还有机会 只要我加入赤龙军 成为神尊卿位 我小家就能拜托你叶家 还真是个不听话的小木狗 大长老 我说 你们要打 出去 忘了你这个废物 叶辰 你赶紧走 你到现在还没看清楚行事吗 大长老 这就是挑衅主脉的男称叶家长子 叶辰 你就是五年前 被丢进鬼域的那个小娃娃 叶家大长老 看你也是修行之人 能活着从鬼域出来 应该在与野学的些本事 关一下给我磕三个小头儿 诚心诚意的认错 老夫 我可以放你吗 让你继承 南城叶家 区区叶家 也配 狂狂 你竟然能 居下我这一圈 大长老 在 我的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二十出头的年纪 不可能见仰无人一圈 天外有天 天外有天 你们叶家 只不过是云云众生中的一员 有一点实力就目中无人 真是可笑 你绝对不是叶辰 你到底是谁 知迷不悟 不要可救 不管你是个什么东西 挑衅叶家 必死 不可能 叶辰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肖凤 你真的想加入赤龙军吧 你加入赤龙军 是因为想摆脱叶家的束缚 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事情 为了主宰我自己的人生 怎么了 你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那我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的 贪财好色 一心只想叛了你 那现在呢 是我错了 你根本就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对不起 叶辰 我为我曾经对你的无礼和傲慢 道歉 道歉就不必了 小凤叶辰 你们这对狗杂种 几百年了 我叶辰站在大厦的巅峰 没有人敢挑衅我叶家的尊严 你们竟然杀了我叶家的长老 杀了就杀了 能怎样呢 叶辰 我叶家不止这一位长老 我叶家有十位长老 你们 等着承受我叶家的怒火吧 小凤 还有你这个贱人 老子看上你 是你十辈子修来的武器 居然敢拒绝我叶家 你等着找死吧 拒绝你又怎样 你只不过背靠叶家 你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叶家给你的 根本不是你自己的 就算是叶家给的又能怎样 老子投了个好胎 你们这群白痴 老子生来就比你们高贵 你们等着 我这就回叶家找人 滚啊 您是个什么东西 敢挡老子的刀 让开 你个白痴居然敢打我 不许对天北大人无礼 天北 是龙君 天北大人 正是在下 小小子有眼无中 冒犯了你 天北大人我不知道是你 饶了我吧 这小子有什么毛病吧 是是 我有毛病 天北大人 考核怎么样了 萧家萧凤 已经准备好了神尊大人的考核 你不是已经完成考核了吗 这是什么意思 天北大人 这次考核 不是神尊大人亲自吗 神尊大人他 不是还没来吗 神尊大人他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这怎么可能 难道大人他 在暗处观察吗 没错 神尊大人已经站在你面前了 赤龙君第一战神王天北 拜见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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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晨 赤龙神尊 他 他是赤龙神尊 傻丫头 神尊大人已经站在你面前了 那我刚才 小凤 欢迎加入赤龙君 神尊大人 岂像不连 牧神尊 神尊 神尊